反修例運動爆發至今四年 根據警方數字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事件有超過一萬人被捕 綜合傳媒和我們統計的數字 單是暴動案 就有862人次被檢控 其中18個是在今年被控 當中有多少案件已經審結 又有多少人聚成呢? 法庭線跟大家總結一下暴動案件進度 直至今年6月5日 已審結案件有504人次 佔檢控總數大概五成八 剩下的案件有些還在審或者聚成後判 另外有百多人案件未開審 被通緝、撤控等等的就有41人次 再看回已審結案件 一共有438人次聚成 定罪率差不多有八成七 其中不認罪 經審訊後定罪的有287人次 認罪的就有151人次 值得留意的是 其中有84人次原先不認罪 之後在審前覆核、開審日或審訊中途改應罪 而當中有71人 由事發到案件開審那天 相隔大概三年 暴動罪成的被告有八成九人被判監 其餘分別判入教導所或勞教中心 判囚被告近一半 即178人次刑期達到4年或以上 近一半涉及理大衝突 至於判監5年或以上的37人次 刑期最高的是元朗721襲擊的白衣人鄧懷森 兩項暴動罪成判監7年 1118被控佐敦暴動的蔡潤廷就判囚5年8個月 另外法庭今年首度就暴動案判處兩年以下的刑期 其中5人次牽涉理大衝突 判監1年3個月至1年7個月 律政司不服刑期過短提出覆核 由於有6人牽涉兩項暴動罪 用人頭計的話是有382人被判監 假設他們在獄中行為良好 可以有三分一減刑 我們由他們還押的時間開始推算 截至今年6月5日 有31人應該已經出獄 34人預計今年下半年獲釋 145人就會在2024年出獄 還有4成半人 預計會在2025年或之後獲釋 整場反修禮運動 有幾宗比較多人被檢控的事件 全部案件已經審結 包括728上環衝突 811尖沙咀衝突 和1118佐敦衝突 728上環暴動案 44個被告有38人聚成 刑期由兩年半去到4年 811尖沙咀就牽涉29個人 當中25人聚成 判囚兩年10個月至到4年2個月 1118佐敦就有28個人被控暴動 23個人聚成 判囚兩年8個月去到5年8個月 3宗案都分別有被告就刑期和定罪提出上訴 大部分未審理 同一時間有156名被告案件還未開審 包括721元朗林卓廷等等7個人被控的暴動案 將會在今年10月開審 825葵聰和71金鐘暴動案 就排期2024年3月開審